走到哪都是焦點 揮打創辦人黃仁勳 在台掀起旋風 揮打股價跟著一路暴漲 光是今年就大漲 百分之一百六十六點五 三十後早上 每股早盤上漲百分之四點二 每股爆四百一十點一六美元 市值衝破一兆美元 AI推波助瀾之下 揮打股價靜陽 看看其他兆元俱樂部成員 分別是蘋果市價二點七九兆美元 微軟二點四六三兆美元 Google母公司一點五七七兆元 亞馬遜則是一點二十八兆元 也就是說揮打是首家 達標兆元目標的晶片製造商 像是NVIDIA的 它的這個供應鏈來講的話 其實在之前在上個禮拜 他們大多數都漲了一波 那在過去這兩三天 那反而就呈現了一個 比較震盪整理的走勢 在之前的這波飆漲的走勢 最主要就是題材性的 以及法人追加的結果 評著四句話就能譜出一首歌 就是因為CAPGPT竄紅 生成是AI成為市場焦點 想生成AI少不了具備 AI功能的伺服器 因此黃仁勳領軍二十九號在電腦博覽會上 點名合作的台灣伺服器廠商 這幾天股價也接連上漲 百紅三十一號早盤來到二十一點七五 即價一百八十八塊 偽創也來到六十七點九塊 只是股價潮得火熱 遊戲玩家卻是兩樣勤 顯卡價格居高不下 回答老顧客 遊戲玩家 冷眼看待 悲觀預測 未來顯卡價格可能只會更貴 華視新聞馮威之王仕凱台北採訪報導